请看二十九页第一百一十二题 这个题目针对对流程 那我们只要把前面的那些分层的特性都记熟 这种题目就相当的简单 对大气四个分层来讲 事实上温度随高度的变化 那有地增有地减 气压都是由下往上越来越低 那至于空气密度和含水气量 大概也是在对流程比较丰富 密度比较大 那如果单纯就对流程来讲 那温度当然也是随高度地减 所以对对流程而言 这四个选项都是随高度地减 这是第一百一十二题 再来一百一十三题这个题目的重点是 空气要能够产生对流运动 并且含有水气 才能造成天气变化 所以要发生天气变化 那必须要气温随高度 随高度要是一个地减的状态 那至于像从十公里高 以这张图来讲 气温随高度而地增 换句话说 相对的它的下层是比较冷 而上层是比较暖 那空气的基本性时是热胀冷缩 冷空气比较重 沉在底部 暖空气比较轻 不在上层 那这种现象跟对流程气温随高度地减的规律是相反相为逆的 所以一般广义的逆温现象指的 就是气温随高度地增 而不像对流程式地减的 那如果是像这种地增的状态 基本上冷空气在下 这比较稳定 就好像我们在家里面 或教室里面 冷气机通常都是设置在屋子的上方 因为它的冷空气比较重 容易下沉 而我们在地表附近的暖空气上升 这样房间的对流循环会比较理想 那下面这个层次 就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对流程 那下方空气是比较暖的 而上方空气是比较相对冷的 所以一旦地面附近空气受到某些因素 可以加热 那就会变轻上升 那比较容易发生对流运动 尤其是上升运动 那如果配合拥有的水气 在这个上升过程 那就容易产生云云 这些天气变化 所以天气变化发生的主要的条件 空气必须要能够上升运动 比较容易产生对流循环 那这个是属于这一个题目的重点 所以像这些观念在早期 算是相当受到重视 那各位可以继续看 三十页这些题目 那都是属于这些分层的特性 那这个114题 你只要把前面的知识记熟 我就可以回答 然后115题 这一题主要考的现象是 容易产生空气污染 也是空气污染物 不太容易随着空气对流上升 然后稀释掉的 那这个一般而言 主要在逆温层来发生 所以现在重点就是逆温现象 那逆温现象简单的讲 就刚刚我们提过的 温度随高度递增 所以你可以发现 这一个层次 这个高度范围 有所谓的逆温 那这个是属于所谓的高空逆温 那假使从地面开始 就出现逆温现象 那当然也是属于逆温的一种 那以这一题来讲 你只要找到温度随高度 是地增而不是地减 那就叫做逆温现象 再来116题 这一题也是考温度随高度的变化 它主要重点是 如果就长期平均而言 离地面越高 获得地面辐射越越少 所以温度是随高度而下降 那这个数据如果没有给 平均我们大概都是在对流程 每公里会下降6.5度C来解题 那既然给了 我们就照这个数据来做 那你只要掌握住 在海拔27公尺 那它是28.4度 那你现在要测试玉山 是3845公尺 那你就看看它相差多少 用这个比例去换算 详细计算过程请参考解析 那算出来结果 最接近的选项 把它选出来就好了 因为事实上学测考题 大概都是用概数 或最接近的数字来回答 并没有办法 每个答案都是那么的精准 你参考一下解析 好 再来这两题也是关于 大气分层的考题 那这个地方 它的大气分层考题 有附图给我们 那有时候就像下面这一题 是不附图的 那不管如何 各位把前面的知识都学熟 中气层顶指的是 对流平流中气层顶 那大概读这个图的数据 就可以读出来 然后在对流层温度变化 这个用算的或者是用记的 大概都可以正确回答 平流层温度应该水高度 地增而非地减 然后地表 大气温度最高吗 没有 增温层可以升到更高 那第三个 增温层就一般我们也有人把 叫做热气层 温度随高度应该是地增 所以这个叙述 很容易就可以判读出来 那下面这一题也是一样 都是前面知识内容的考题 各位就记一记 那这种题目 算没有太高难度的考题 那有关于这些学测历届试题 那关于大气分层结构 各个分层考题 主要就是在各分层的特性 那另外就是巴尼学测 也考了增温层 增温层温度 水高度地增的主要原因 那这个也是一样 前面那个表格内容 重点整理 记一记就可以了 增温层是最靠近太空中的这一层 那阳光照射过来 那些高能短波辐射线 就可以被我们增温层所吸收拦截掉 所以这个过程也造成 这里的空气分子产生 比较高的温度 那当然记得这里的空气 是非常稀薄的 所以是空气动能很高 温度很高 但其实相当稀薄 整体热含量是很低的 那以上这些题目都没有太大难度 各位把前面的知识内容读一读 应该都可以顺利作答 那近几年来很少考这些 关于大气分层的考题 不过 不过 各位还是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尝试 浏览过一次 有些观念也许在 综合性的考题会出现 在选项当中 不过 感谢观看